在行走中观察 在触摸中感悟 在跨越中思考 听世界 春秋战国作为一个百家争鸣的舞台 给了无数英雄们表现的机会 齐国向东 晋国向北 楚国向南 秦国向西 四大强国的扩张使华夏版图至少扩大了一倍以上 奠定了今天中国庞大领土的基础 春秋武霸 谁是真正的霸主 是齐桓公 靖伦公 还是楚庄王 什么是称霸天下的第一要素 是仁义 是诚信 还是武力 让我们继续翻开几百年春秋战国 精彩分成的历史画卷吧 楚康王去世以后 太子雄元继位为贾敖 为什么叫贾敖呢 稍后我们为您解释 楚康王去世了 令隐屈见也足了 于是王子维就继任令隐了 王子维 这名字听起来怎么这么熟悉呢 对啊 就是当年和自己手下抢功劳 并且让伯州离上下起手的那哥们啊 事情处理完毕之后 楚国人就到鲁国访问去了 这一趟来的是尾坝 属于友好访问 因此鲁国的接待也很周到 除了鲁相公的国宴之外 书孙豹还安排了私宴 在席间 书孙豹就问起了 据说王子维做了令隐 怎样 执政情况怎么样啊 王子维的名声一向不好 所以书孙豹有些担心 尾坝就说了 哎呀 我们这些小人物 为了混口饭吃 听人使唤 就这还经常担心 完不成任务受批评呢 哪有功夫管那么多啊 书孙豹说 说说观感也行啊 没有 没观感 那别人有什么看法 你就别难为我了 我是真不知道 书孙豹再三地问 尾坝再三不肯回答 等到尾坝回国以后 书孙豹就对鲁国的大夫们说 楚国令隐 可能要发动政变了 尾坝肯定是帮凶 他之所以闭口不谈王子维 就是要替他掩饰 王子维真的想发动政变了 和您说说王子维这个人 王子维是楚贡王的儿子 也就是刚刚去世的 楚康王的弟弟 是现任楚王的叔叔 这个人虽然名声不好 但是外形相当不错 身材高大 体格魁梧 双目如举 典型的男人北相 如果按现在脸谱化的形象来说 他绝对是个正人君子 可惜内心里 却是另外一回事 当初楚贡王没有嫡子 而他的宠姬所生的数子 倒是有五个 大家地位都平等 该立谁为太子呢 楚王于是祭祀了神灵 把自己的一块玉璧 在神灵面前展示 说 请神灵帮我确定 谁来当太子啊 祭祀完了 楚贡王就把这块玉璧 埋在祖庙里了 然后让五位公子摘戒 按掌又顺序 一次入祖庙下拜 后来的楚康王 第一个下拜 两只脚正好跨在玉璧的两旁 正典 楚贡王当时就按说 太子就是他了 尽管太子实际已经确定了 楚贡王还想看看另外四个儿子怎么样 第二个进来的就是王子维 王子维站得有些靠后 但是下拜的时候 有一边的胳膊压在了玉璧上面 楚贡王就想了 嗯 估计这小子还有点福气 第三个进来的是子干 第四个进来的是子西 就是为您曾经提到过的公子黑公 这两位拜的时候根本没着边 楚贡王连着叹了两口气 这两个儿子看来不行啊 最后一个进来的是小儿子气急 当年只有区区两岁 是被抱着进来的 两岁的孩子懂啥呀 于是稀里糊涂的气急就拜了两次 结果这两次 他的小手都按在了玉璧的钮上面了 楚贡王看了皱皱眉头 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后来贡王去世 楚康王继位 他的四个弟弟也茁壮成长了 王子韦从小块头就比别人长得大 而且性格非常无赖 喜欢巧取豪夺 什么好处都想要 什么便宜都想占 子干子西这哥俩呢 性格比较相近 都比较老实 两个人之间关系也比较好 公子气急 岁数最小 但是性格沉稳 不惹事 他的几个哥哥都很喜欢他 现在 楚康王和屈建先后病故了 楚王假傲还小 于是新任的另引王子韦 也就是新任楚王的亲叔叔 就成了楚国的第一实权派人物 王子韦非常欣赏一个人 认为这个人不仅聪明 而且是海龟 谁呢 吴举 吴举当年不是跑到外国去吗 经过他的好朋友生子 到楚王这里添油加醋说一番 结果呢 又被楚王从晋国请了回来 所以他是海龟 既然王子韦觉得这个人不错 那么 吴举自然而然 就成了王子韦的头号亲信了 王子韦做了另引以后 马上对自己说 我要做一件实事先 做实事 什么实事啊 难道是杀了川丰树不成 杀了川丰树 对王子韦有什么好处吗 没有 所以他做的实事 不是杀川丰树 而是杀另外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大司马 维严 罪名是巨额财产 不能说明合法来源 维严是 维子冯的儿子 当年维子冯 就是因为怕这个罪名 所以一再的不敢当另引 想不到 自己的儿子 还是逃不过宿命 死在了这个罪名上 维严真的有巨额财产吗 当然有 没有的话 王子韦费那么老大的劲 杀他干什么呀 王子韦杀他 就是为了吞掉他的巨额财产 现在 维严的巨额财产 成了王子韦的了 如果今后有人问 王子韦的巨额财产 从哪来啊 王子韦就可以说了 哦 从那个贪官维严那里来的啊 除了抢夺维严的家产 王子韦 还向楚王租借了楚王的离宫 徒宫 继继继续打你的游戏 别再乱发简讯 今天我在偶阿根底都要打烊熟悉 还想耍耍嘴皮 好多辣妹等你 你的恋爱爱NG 我一听到不想再听 说你帅气又哭鼻 随便说说而已 还我的部落格里塞包你的甜言蜜语 不是你的指令 怎么听不进去 我的生活不要后面 每天跟着SNJ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继续打你的游戏 别再乱发简讯 今天我在偶阿根底都要打烊熟悉 还想耍耍嘴皮 好多辣妹等你 你的恋爱爱NG 我一听到不想再听 Wait a minute Oh wait a minute 说你帅气又哭鼻 随便说说而已 还我的部落格里塞包你的甜言蜜语 不是你的指令 怎么听不进去 我的生活不要后面 每天跟着SNJ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继继续打你的游戏 别再乱发简讯 今天我在偶阿根底都要打烊熟悉 爱上帅双腿 皮肚好多辣妹等你 你的恋爱爱等追我 一听到不想再听 Wait a minut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